心电感应跟身心灵的科学参考 谢谢 各位大家好 我去空口说了 因为我准备了很多图片 我今天的题目是 我这个眼睛看着我的 这篇里面有 我增加了很多照片 我今天题目主要是心电感应 跟身心灵的科学参考 因为我个人早期是学物理 当初学物理的时候 真的是为了考试而学 为了考试 为了毕业 为了留学 为了拿学位 可是当退休的时候 才真正感觉到物理的博大精神 因为物理几乎就是科学 但物理背后真正的一个理论基础 其实是数学 所以很多伟大的物理学家 他原来是学数学 那我当初高中的时候看到数学就肚子痛 后来终于把它克服掉 首先我非常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那时候是大学物理系毕业 后来念物理研究所 那那个年代是我们台湾处在汉贼不两立的这种时代 海峡两岸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关系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 在打巴尔桑炮战 我哥哥那时候在金门 服兵役 家里面吓得要命 每天一个礼拜没接到信 就吓到 家里是邮差送信来 大家很安心 家里是屈宫所送信来 就表示阵亡了 所以我们的左右邻居很多就在那个时候阵亡 还好我哥哥现在还健在 那那个时候正好你正到杨阵里 拿到诺贝尔的护地奖 我那时候小学四年级 结果我们有一个紧接的作文题目 我想在座各位都做过这个题目 叫什么 我的志愿 所以我就写 我的志愿将来要学物理 要拿诺贝尔的讲 那时候更不知道诺贝尔的讲是什么东西 结果发现 发现几乎8%几十的同学 都跟我写的一样 都要学物理 那正在毕业以后 学物理大概没有几个 实在是太难了 后来我在国内拿到硕士 毕业以后 有幸加入那个年代的国防科技的行列 什么叫国防科技 我分配到的任务是做原子弹 OK 所以有人说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那我那时候十年河五 十年河电 所以我进了中山科学研究院 那时候中科院分成四个大的部门 一二三四 一就做弹头 核弹的弹头 二做弹体 三做导引 四做推进机 任务分工很清楚 那我很荣幸地去弹头弹头 做了十年 那后来有幸拿到国家的工费 到美国继续学学和能 这是我的十年 这个河五的生涯 后来到了民国七十七年 年初 这是蒋经国过世的前大概三天 我的老板 我的领导落跑 拿了所有的机密 做核弹 所有的机密落跑 跑到哪里呢 不是跑到对岸 跑到美国去 因为美国呢 十几二十年来 就一直紧盯着我们在干什么 当然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美国的间谍 不是美谍 是美谍 结果他到了美国以后 就在美国国务院作证 过了一礼拜 大批人马 美国人啊 美国国际的云子能总署 派了大批人马 后面跟着水民车 开到我们的帮忙纸 所有的核武设施 全部贯将贯对 从此我们就开始进入 另外一个也让人 是吗 我也从事过 蛮长时间的核电 现在闹得沸沸扬扬 永河法河在那边炒 炒得要死 那我个人是不管核武核电 都是一个不归路 尤其以身心灵来讲 这个核武核电 就是把原子核打破 打破以后呢 产生能量 拿这个能量 好的来杀 好的来发电 不好的来杀人 但是发完电以后呢 他留下来的废料 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人知道怎么办 到了今年 已经 就是核电厂 从美国 或者早年的苏联 他们盖穿的第一座核电厂 到现在也就 差不多六七十年了 就是二世间大战一结束 这批搞核武的这些工程师 就是搞核电去 一部分搞核电 一部分继续搞核武 结果这些人 只管吃饭 不管拉死 结果现在世界上 将近有三十万吨的核废药 没有人知道怎么办 所以在座各位 再加上你们的千金宝贝 你们的令郎 你们的公子 你们的千金 你们千金以后的 世世代代 的一万年 十万年 将来都是 不仅仅是国家的主人翁 都是核废药的主人翁 因为这核废药要到了 至少至少要十万年 到一百万年 才会孤独化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一个 有公益 世代公益的东西 那为什么现在 还是一批人这么永和呢 是因为 什么呢 具庞大的 政权关系 庞大的利益 是这么回事 所以我很清楚 到底核武是什么 核电是 非常清楚 所以我现在站出来讲真话 那今天我的题目 主要讲的是几个 第一个 我讲人体的电磁场 第二个 我讲正负电磁场的能量 然后心灵传输 心电感应 最后加之有五分钟 八分钟 让大家可以交换一下意见 我先讲人体的电磁场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整个地球 就是一个很大的电磁场 整个地球 从北极 南极 整个地球是包围在一个电磁场 所以有人说 所谓的地理的风水 这个风水就是说 每一个人 你身上的电磁场 必须要跟地球电磁场 要怎么样 要有一个很好的共鸣 共振 假设你生病了 很可能就是因为你身体 因为某种病菌 某种病毒 使你的身体的某些机制出了问题 没有办法跟这个 宇宙的电磁场能够共振 那么你就出了一些很多的毛病 头痛发烧 甚至于那个失眠 焦虑 这都是跟电磁场息息相关的 我曾经有机会到美国加州的伯克兰大学 做了一段时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 我那时候就在那边研究什么 研究类神经网路 什么叫类神经网路 就是说 我们来模拟脑神经 开发一些电脑软体 来模拟脑神经的一些运作 这样类神经网路 那么这个脑神经 就是靠了几亿个 十亿以上的神经细胞 互相连接 互动 构成了我们人类的思考模式 我们的动作 所以呢 假使外面的电磁波 盖掉了我们脑神经电磁波的这些 这些噪音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住在高压线 高压线 二十小时发出很强的电磁波 会干扰你的脑细胞 干扰你脑部电磁波正常的运作 也是会失眠焦虑等等 人类活在这个地球上 从猿猴开始 就是北京人 圆人 山顶洞人 到现在呢 大概两百万年 地球多少年 大家知道吗 地球 从大爆炸到现在 大概是四十五亿年 所以人类的历史 在地球来讲很短的 两百万年 这两百万年还包含了猿猴 包含了什么 这些原始人 一直一直到现在 而这两百万年里面 人类真正有文字 记录 记忆 口述的这些历史 大概也只不过几千年 五六千年 更长一点七八千年 如此而言 七八千年以前的东西就 几乎就是 靠考古学家 用碳石石 用一些东西只测而已 但是呢 碳石石也只能测的 时间有限 几万年 根据它的半衰期来测 所以呢 我们经过 我们人类算是一种生物 这种生物 不管我们从 早年的四只脚 一个尾巴 一直到现在两只脚 站立起来 早就已经跟大自然 整个地球的电子场 怎么样 适应 已经所谓天人合一了 所以呢 任何外来的干扰 都会使人 第一个呢 可能某些人 不能适应呢 就毁灭 物种会毁灭 适应完了以后呢 又重新 新的一带出来 就一带一带的来适应 所以千千万万 不要去改变 你环境的 不管是磁场 不管电场 甚至于气候 不要轻易的 就改变它 为什么人 人的好 我们最舒服的是多少度 今天这气候 是一年设计最好的气候 二十度左右 二十度加二十度 四十度就热的受不了 会热死人 二十度再减二十度是多少 零度 零度会冻死人 那为什么人正好在二十度最舒服呢 我们到了超过三十度 夏天就热得不得了 你把北极的埃斯基默人 拿到非洲去 他受不了 你把非洲的人 送到北极去 南极去 他也受不了 对不对 就是事命是很重要 我们千千万万不要 轻易的去改变环境 为什么最近环保 大声疾呼 同样的 我刚刚讲的 这个核废料 核废料它会发出很强很强的辐射线 是所谓钢马射线 我们人体也会发出辐射线 有的永和的他们讲 前两天再开个会 有的站起来 大家知道吗 每个人也会发出辐射线 但他只讲一半 人所发出的辐射线 它的波长多少 大概四万到一万四左右 是个远红外线的波长 那远红外线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光线 号称为什么 生命的光线 所以假使在这里 各位有开刀的经验 你开完刀 有时候医院会问你说 你要不要照远红外线 健保不挤付 每天加个千八块钱 愿意就照 一照 让你的血脉 循环好 伤口收得快 细菌的不容易 感染 可是呢 何非让发出来的钢码射线 是远红外线的 一亿被人强度 假使你天天在家里 听贝多芬的音乐 哇 听得好舒服 假使贝多芬的音乐 他的那个 声辈 那个 音辈 我随便讲 假使是在 比方说20到80之间 可是呢 他旁边给你放一个那个炸弹 蹦一炸 他的那个生肺可能是一万 你耳膜都正破掉 知道 这就是人类适应很重要 每一个人身体 像成年 大概平均可以发出一百瓦的能量 一百瓦 但这个能量没办法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以后 拿去点灯炮 那当然很难啦 但是呢 根据那个爱因斯拿1的Mc平方 换算起来大概是一百瓦 所以呢 这个人体发出来的能量 它的波长跟频率 在大半也在 有红外线的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呢 人呢 每个人都会发出电磁场 各位知道 你们有时候去参加游戏 或者参加个球赛 全场都很害 跟你们在家里看电视 感觉完全不一样 像四足的时候 四季足球赛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喜欢跑到酒吧去看 为什么不在家里看电视呢 因为酒吧都是志同道合的 这个你那个支持的球队 踢进一球 全部酒吧 就是疯狂爱寒 然后有的人比较高兴的 跟那个bartender说 请全场在喝一杯 然后大家就拍手 叫好 喝一杯 那对方踢进一球呢 大家就很沮丧 为什么大家喜欢在人多的地方 看球赛 但到现场花很多钱 花好几万 坐个飞机去买门票 当然这是 就是为了感受现场的这种 感受现场的 这种气氛 那这就是互动 可以吧 那我这个可以接上去 哈利路亚 谢谢 谢谢 没有 这直接接电了 她那条先接我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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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我寫過這四本書 第一個是《人體能量學的奧秘》 就是因為這本書我有跟那個研究博士結緣 第二個就是《與和共的覺醒》 就是我離開了《和共界》寫的這本書 我有寫的《和能與和電》 最右邊這個是這個月底就要出版了 《核彈 made in Taiwan》 《核彈臺灣字》 裡面寫了很多大概三四十年前 甚至三十到五十年前整個國家發展核彈的密集 因為過了三十年已經回機解密了 這是我今天的題目 大家就可以看人體整個地球 就在一個電磁場環境 人體都是坐在一個電磁場上面 就像坐到一個觀音的田桌上 人就有所謂的正負的能量 大家盡量在正能量上生活發展 避開負能量 什麼叫負能量 你們有沒有經驗 兩個磁鐵異性相吸 正向是相似 假使你這個電磁場 混合得非常好 從一邊到一邊很好 你假使在電磁場歪掉了 就一直在排斥 所以你站在一個人身邊很奇怪 為什麼 在很多場合 我也了解我們在座有很多 各種團體 為什麼你們會在這個團體 為什麼大家會從天南地北的地方集在一起 就是因為大家一湊在一起就感覺很舒服 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嗜好 大家不管是練拳 不管是各種舞蹈 都可以跳得很協和 可是有時候其中有一兩個人 就是格格不入 很難免 一個大團體 三十個 五十個 甚至幾百個 總有幾個格格不入 意見特別多 我想大家一定有經歷過 那就是他身體的腦筋思維 邏輯 跟大多數的人不協調 不協調 但這個人並不是說不適合在這個團體 可能每一個團體 類似的人 他們自己再去組織一個團體 就是不要讓大家都互相感到很痛 並不是說誰對誰錯 而是說這個磁場不match 這是真的 有科學的依據我下面會講 有時候人壓力很大 因為他對這個工作 認為是負擔而不是一種快樂 所以他身體的磁場 跟你的工作環境的磁場會match 他就很痛 每一個人講話都好像是衝著他來 疑神疑鬼 假設把每個公司疑神疑鬼的人 全部拉出來自己去組的公司 說不定這公司很賺錢 這就是正能量在一起 下面我就講心靈傳輸了 心念感應 大家有聽過心念感應 原來是一個松堯小說裡面的一個名詞 可是真正在科學上 尤其在物理上是被證實的 尤其是量子力學 各位有聽過量子力學嗎 這四個字 但現在市場上有很多產品 號稱量子力學 那我個人是不以為然的 其實量子這個東西並不是一個產品 不是一個物質 量子大家知道它是什麼嗎 它只是一個單位 就跟耐尼一樣 各位聽過耐尼 這話耐尼科技 當然有人拿耐尼水 耐尼什麼幼稚園 像我們早明的這個 我生上次只叫什麼 叫圓子筆 因為當初發現圓子 這叫圓子筆 各位在座好像有人穿太空衣 太空背 人家有太空人上 月球是太空人 我們上不去就做個衣服叫太空衣 還有什麼圓子襪 我們不知道什麼叫圓子 做一個襪子叫圓子襪 這個是另外一件事 商業 科學名詞拿來做商業用 同樣量子 它只是一個單位 什麼單位呢 能量的單位 英文叫quantum quantity就是量 一個單位就做quantum 量子力學就是quantum mechanics mechanics就是一種機制 那量子其實是一個很小很小的 最基本能量的單位而已 然後呢 這個很小的這個能量 就最近幾年有發現 發現這個會糾纏在一起 我身上發出的能量 這個量子波 跟另外一個人發出量子波 結果有共振 糾纏在一起 它叫做quantum entanglement 就是量子糾纏效應 這糾纏效應呢 會發生什麼事 會發生心電感應 科學都有證的 比方說有一個光子的實驗 在底下 底下有張圖 在人體的表現就是心電感應 在科學叫做量子糾結效應 什麼叫量子糾結效應 你有沒有看到 下面那個兩顆大的 假設是電子的話 整個宇宙啊 或者小的一個原子 一個原子 外面是不是有電子在 繞著原子中 你最簡單的 假設是 氰很小很小 假設它外面有兩顆電子 氫的原子量是2 H2 那這兩個電子呢 要保持平衡狀態 每個電子它都會自轉 跟這個地球有沒有 地球圍著太陽轉 可是太陽就像是原子核 那地球就像是原子核外面的一顆電子 可是呢 這個電子要平衡 它轉的時候 有軸 比方說我們法拉第 法拉第 就是右手定律 我轉的方向是這樣子 我的軸就向上面 我這樣轉的話 這個是反式針 那我就朝上 我是那個順式針就朝下 所以呢 我這兩個電子我要平衡 所以一顆一定是這樣子轉 另外一顆反過來轉 這兩個就平衡了 假設兩個同時一個方向轉 它會排斥 一排斥還得了 這兩個電子就飛跑了 就沒有了 不見了 好 那這兩個方向相反 它才能夠結合在一起 可是結合在一起 兩個電子就黏在一起 也不行啊 它就是利用一個離心力 跟那個地球圍著太陽轉 有一個離心力 利用這個離心力 又讓這兩個電子 不會集在一起 所以保持一定的距離 這就構成了萬物 好 結果好了 科學家呢 很簡單 把這兩個方向相反 在轉的電子 我把其中用一個儀器設備 其中一顆拿出來 送到十萬八千里外 他有在做個實驗 在西班牙一個小島 從這個島 把其中一顆電子 一到幾十公里外 另外一個島上 中間沒有任何的通訊設備 都沒有 結果他把這邊的轉的方向倒過來 倒過來 結果發現那一顆會移走 他原來是應該這樣 他也反回來 就是這個 你這邊一轉 他那邊就倒 轉 這個一轉 那邊一轉 反過來一樣 你把移到很遠的地方 轉的方向倒過來 這邊的也反回來 這樣他整個宇宙才保持平衡 好 那有個大前提 這兩顆電子必須是同圓的 什麼叫同圓 你知道嗎 同一個來源 同一個原子核 那我們再講生物 生物有什麼是同圓的 雙胞胎 雙胞胎 可能是同一個 父母的那個 同一個卵子 有同卵 兩個不同的 兩顆精子讓他 也有是 就是人家說有同卵雙胞胎 綠卵雙胞胎 對不對 但他再怎麼樣 是同圓最重要 結果呢 這個雙胞胎 姐妹 有一個在美國生小孩 另外在台灣肚子會痛 這是真的 證明太多了 比方說 以前蘇聯有做實驗 他把兔子 剛剛生產那個小兔子的 那個小兔子送到太空 外太空去 結果呢 母兔留在地球 結果母兔身上接了心電圖 接了這個儀器 結果那小兔啊 在外太空啊 讓他 有好幾隻對不對 讓他一隻隻死亡 死亡那一刹那 那母兔的那個儀器啊 就真的很厲害 那可能隔了十萬八千里啊 這就是什麼 心電感應啊 是存在的 這裡有個實例啊 英國諾丁漢堡的這個 一個雙胞胎兄弟 兩兄弟 偏偏這兩兄弟很有意思 他很嚴重 可能基因的關係 很嚴重的同性戀 後來呢 這兩位兄弟分開了 分得很遠工作 結果很奇怪 這一個 其中一個男的啊 碰到一個 很心儀的一個男孩 甚至跟那個男孩 在做一些事 這邊的 他都知道 他身體的那個 自然反應就出來了 這就是心電感應 OK 好 我們再講到電磁波 電磁波呢 我剛才講 最好的 其實人家說 眼見微品啊 這句話是不對的 也不見也存在了 你沒看到 我們眼睛看到 就是這麼 你看嘛 中間有彩色的 那麼一點點是我們眼睛看得到的 前後都看不到啊 往右邊的是紅外線 根本看不到的 微波 我現在講話深波 根本看不到的眼睛 左邊的呢 在X光你看不到啊 從紫外觀以下 X光也看不到 那最厲害的是 鋼馬色線 最最最最左邊 10的24次方 它的那個頻率 那最右邊的呢 10的什麼啊 比如說10的4次方 10的多少次方啊 那10的4次方是1000公尺啊 一個破產 那一個是非常非常小的破產 這是整個 電子波的波幅 那氣公司為什麼很厲害 因為氣公司它所放出來的氣 它可以自閉 就是很純的遠紅外線 那氣公司就代替那個醫院裡面 你開完刀啊 去造的那個儀器一樣 它是給你一個個人的服務 那深波也一樣啊 有高頻低頻啊 所以呢 盡量盡量不要 不要去聽那些很高的噪音 噪音聽了以後啊 盡量避開 會影響整個身體的機制 身體的電子 或什麼都亂掉了 噪音 噪音聽到耳朵啊 你會發生高血壓失眠啊 所有的毛病都來了 大家很可能 有的喜歡去唱卡拉OK有沒有 那唱卡拉OK呢 你知不知道那個 唱歌者 不知聽歌者之苦啊 那我今天的演講 剛剛好時間 不想主持人 有沒有一兩分鐘可以教我們 兩分鐘好不好 請問啊 如何跟羽繟地久跟人的意思 是達到 那個教授所講的這個相通的部分 如何做 人啊不用去追求跟宇宙相通 我們活了兩百萬年自然就協調了 自然就同步了 因為人呢有達爾文說的 生存競爭 自然淘汰 你跟宇宙不相通的你就滅中了 你相通的 相通些什麼呢 宇宙射線 多少會經過大氣層 把你吸收一部分 但是沒有百分之百吸收過呢 正好打到你身上 讓你適應了 打雷閃電那個聲音 那大小的耳朵正好也可以適應那個聲音 不適應的耳朵就聾了 耳朵聾了你聽不到聲音 你可能 像那個動物聽不到聲音 它就捕不到那個 捕不到它的食物 它也滅中了 所以放心 我們人類不用去追求跟那個大自然怎麼樣 整個大自然會讓 能夠吻合的 而人相通 就通了 通的就活下來 不通的就滅中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這是非常非常訓練的一群 我們做到這邊就是天人合一的一群 那我想時間關係就一個問題 還有嗎 OK 如何可以跟那個什麼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有什麼方式 可以跟 可以做什麼事情 讓自己能夠跟宇宙連結 跟宇宙相同 我建議你 各把月到深山 到深山 森林裡面去靜坐一下 為什麼 深山裡面的溪水森 蟲林森 鳥叫森 還有那個 樹森林的分多金 這個才是我們原始人生活的環境 我們原始人一直過來已經兩百萬年了 我們才幾年 我們科學進步才兩三百年 我們這兩三百年的進步 卻要去對抗以前兩百萬年的變化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有很多得癌症的人 他自我放逐到花蓮到台東 有一位很有名的顏長壽先生 比如說醫生說他只能活三個月 說不定他已經活了十幾年了 所以這是最好的方法 把自己放逐到深山裡面去 OK 謝謝 聽主持人 大家跟我們這邊講一下 謝謝賀國師 因為我們時間很寶貴 所以我們待會最後結束 也不是最後就中午 如果大家還想問 我們就留點時間 因為我們預定是十一點四時 事實上我們就是預留時間 大家可以問問題 不過我剛才想 就年輕人問的問題 我想說一下 不要去刻意追求 我們在修煉的過程當中 自然而然 你會慢慢慢慢的進步 你會超越心靈的提升 到最後 我們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所謂的刻意功能 但這絕對不是強求的 我自己有冰死經驗 我還有靈魂出體經驗 我還有接收Message經驗 但是我是真實跟大家講 最重要的是向內尋求 這才是P 這才是P Yourself 不是別人哦 你自己 我的文章是 我們的身體是神的念 4,011 4,011